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空Q 兩樣子的表情變化比較多 但是我想說他們這個早操一點都沒有做到早操該做的意義 我昨天有拿到櫻花溝穩龜的話是不是應該可以交貨 這個紫二瑜 小心 OK 這樣是10元 櫻花溝穩龜只有10元 他是沒有什麼新的了是不是 再看一次 沒有耶還沒有新的我就這樣子了嗎 我不能再賺錢了 那我要這麼多紫書幹什麼 好 啊後面有一個天橋所以這個門應該是 進去以後可以從天橋直接到爆射 你在這裡做什麼 在這裡織布幫他們染色喔 欸 可以進去嗎不行 我們兩個到底在玩什麼我也想玩 看起來好像很好玩 你去過阿樹山了嗎 我現在整個就被 封死在這裡阿 我問你喔 算是布在哪裡阿 在奇遇線喔 就這樣 他們覺得你你比你你可愛一點 是因為髮色的關係嗎 小白 你不是長得像小白的狗是真的小白吧 哈哈 不然我會很難過喔 小白的牙種 小黑 你在這裡幹嘛 蛤 蛤 蛤怎麼了 覺得有點恐怖 在這一帶跑來跑去的 跑到我都眼花了肚子也好餓 我想 蛤 這應該和洗衣機或地球自轉的道理相同 蛤 原來涼涼只是個大笨蛋 什麼樣我很酷吧 蛤 雖然我也不知道酷在哪啦 蛤 哇 好多牛阿 有好多牛喔 這下糟了 為什麼糟了 這裡 好像不能通行 不能通行喔 原來他們是擋住我的去路 喔 這樣我有幾元了 四十元了 蛤 四十元 四十元 OK 喔 這個四十元太棒了 這樣子的話 嗨 我有八十元 今天有什麼事 還不能買巧克力 可以買小餅乾或者是飯糰 不然買個飯糰好了 咦 這胡蘿蔔 難道是要交給 那個咖哩店的胡蘿蔔 那我可以買一個飯糰 然後再加三個胡蘿蔔 然後這邊還有番茄需要買 可是沒錢 咖哩店 咖哩店需要的東西 竟然要人家用捐的 所以咖哩店 給他三個胡蘿蔔之後 可以得到四十元 然後再用四十元去買兩個番茄 喔 集滿五顆星了 可以得到一百元 所以我再去買兩個番茄 所以我再去買兩個番茄 嗨 歡迎光臨 今天有什麼事 剛好 這樣可以嗎 再見 掰啦 小心 啊 他不是番茄 他是成熟番茄 欸 哪有這種的 那我這個番茄放著 他會成熟嗎 這裡有新區域 上去 小心好厲害 上來以後什麼都沒有 嗯 不過這個景色倒是蠻漂亮的 炮色的印刷機 專業術語叫做轉輪 輪轉印刷機 所以買了剛印好的報紙 這麼硬這麼多真的有人會買嗎 老實說我認為小心 應該不太可能讓這間報紙繁榮起來 才剛過一天 你就已經 改變心意了嗎 如果成為木工師父 倒是有機會把報紙蓋大一點 這樣嗎 為什麼 為什麼小心需要做這個動作 我 呃 欸 施工期間 施工期間禁止通行 沒辦法過去 我要拿一百塊 欸 不知道跑腿的評價怎麼樣 來問問看吧 喔 跑腿的評價 完成一趟跑腿 現在 超過五顆星了 你真厲害 非常努力 從袋袋子那裡 拿到獎金了 耶 成熟番茄這次不要買錯了 成熟番茄沒有比較貴 那番茄我就當零食吃好了 好喔好喔 小心可 欸 他又要胡蘿蔔啊 感激不進 OK 這樣就五十元的零用錢 一百一十元 嗨 真有了嗎 你是來做什麼的 我現在是在做什麼 做什麼進貨遊戲還是什麼的嗎 哈哈哈哈 我 我 我得到了利潤十元 萬事順 我現在是在做什麼 挖掘遺跡的期間 挖掘遺跡的期間 小孩子不能經過這裡 上面這麼小 所以也過不去 這邊也過不去 嗯 整個被封死在這個區域裡了 該怎麼辦 查看 沒有沒東西 哈哈哈哈 倒 已經二到走不動 哈哈 可是 他除了回到家裡這裡以外 也沒有什麼危險嗎 時間也不會流逝很快 感覺好像沒差啊 你看都還在黃昏呢 然後體力還滿的 所以這些NPC多跟他們講幾次話 對話是會不一樣 我也會用蠟筆畫畫哦 那不是染色 那是上色 好 染車的山頂站就在那邊 那裡亞望出的景色超棒的哦 那邊是哪邊 哦 奇遇線啊 出動嗎 我當然知道 哈哈哈哈 怎樣 小白來迎接我的 你怎麼認得我呢 我開動了 我開動了 哇晚上晚上是一個大肉耶 小溪 晚上千萬不可以出去哦 話說回來今天好熱哦 那我們大家一起出去乘涼吧 讚乘 乘涼是什麼 好猛 成涼就是像這樣 奇怪他們夜晚外面是很涼嗎 我總覺得那種房子 裡面也不會熱到哪 如果外面很涼的話 哈哈哈哈 我要洗心革面 那不是乘涼 是重涼啊 蛤 大家知道這麼深奧的字啊 這裡看到可以看到很多星星真棒 那個懶車好讓我在意哦 他的存在感好好好 好強烈 在春日部就看不到這種景象 可是這段幸福的時光 並沒有持續很久 啊 星期三晚上 恐龍出現了 恐龍出現了 竟然在滿月下 撞見了巨大生物 那是什麼 好大的影子 好大的腳步聲啊 什麼啦 你們到底是有看到還是沒看到 好 救命啊 什麼什麼 怪獸 媽媽怪獸 另外你有 這個還蠻好笑的 十六十公斤 才沒有那麼重 而且不是怪獸 是怪獸 是 是巨大怪獸 仰望著那巨大的黑影 放聲大笑的 是在車站 交給他們神秘相機的 可疑男子 你覺得他們 你覺得那個男子可疑 你們還是拿著他的相機啊 是 是那個老頭 我的名字叫邪惡博士 邪惡博士 什麼鬼 是一位發明家 也是史上 最可怕的瘋狂科學家 啊 那你穿 那你至少也穿得好一點 奇怪 這也是在自賣自誇嗎 那當然啊 不然誰要幫我宣傳啊 你可以上我的新聞啊 我帶來的不是怪獸 是白惡記的恐龍 我終於 發明出時光機了 這下子 世人肯定再也無法忽視我的才華了 嘿嘿嘿 這兩個現在才到 天啊 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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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到屁股怪獸 你想變到啊 蛤 是屁股嗎 還是其他部位 太怕吧 因恐懼而發抖吧 痾 這樣你有什麼好處啊 在巨大的力量面前 沉浮吧 結結束了 下一張的 這一張的那個斷點現在在這裡 我可以動了 涼涼子為什麼好像 哇 欸 欸什麼啊 哇 嘿嘿嘿 非常成功 蛤 那那那那那然後呢 嘿 蛤 蛤 他們還在那邊 陸武騎士人 看 念故事書 你們知道恐龍來了嗎 恐龍 不是那個讓離的那個 等一下有點不懂為什麼是這樣 現在是什麼情況 蛤 知道嗎 這座城鎮是統治古代九州的一族建立的 所以很厲害喔 蛤 這座城鎮還有防火六旺塔 跟東京鐵塔一樣高聳 你一定沒有看過東京鐵塔 你這鄉巴勞 這座小鎮上什麼人都有喔 我問你喔 你知道總編阿伯嗎 他是我們家後面那間抱著的老闆 聽說這個很了不起的人 也就是說 好痛好痛 每天都很難受 呃 呃 你還在這邊喝啊 沒辦法跟他講話欸 啊有了 我好像喝太醉了 蛤 這個時候 啊你以為你以為我真的醉了嗎 喔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寫了什麼報導啊 今天寫了什麼報導 我看看 我看看 這篇報導很精彩 太棒了 欸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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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報人數增加了243人 哇 260元零用錢 但是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吧 大叔 有恐龍耶 等你來報社我再給你看看完稿的報導 恐龍 恐龍啊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關心的感覺 屁孩該回家囉 蛤 蛤 那恐龍怎麼辦 我很在意耶 恐龍 很酷的涼涼子 轉圈的眼珠子很酷的涼涼子 這就是無霸溝挺啊 牛也有 為什麼會堵在這裡呢 一施工中禁止通行不要忘記 食堂廚房 得到獎金好高興 這跟零用錢有什麼不同 整數咖哩300 賺到零用錢達到300元勤勞寶寶 喔有了有了有了 晚上乘涼的時候突然出現巨大生物 但是就這樣而已啊 也沒有後續了好奇怪 賄術 賄術 什麼跟什麼 阿術好像是統治古代九州人所建造的城鎮 這個竟然是很重要的 訊息嗎 欸 那恐龍 這只有 現在在這間房子裡面 只有我很在意的恐龍嗎 只有我嗎 只有我嗎 阿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這樣阿 恐怖的傢伙是博士嗎 是恐龍阿 博士跟恐龍 呵呵呵 好啦 好啦 只有 看來是真的只有我很在意而已 CORROMA 你有好好在做嗎? 他們每天的吃的早餐還長得不太一樣 不是 不是意想不到吧 是你們太異常了吧 這裡只有我是正常人 你們這些人真的是不可思議啊 剛剛我和涼涼子出去看了一下 發現他在和小鳥玩 那頭恐龍很溫馴一點都不可怕 恐龍是鳥類祖先大概是因為這樣所以相處得很好吧 好像有點道理 但又覺得有點奇怪 而且是草食性嘛 那暴龍怎麼辦 就跟我們今天早餐吃素一樣 娃娃 哇 要當然了 看來那隻恐龍不是危險的生物 那如果是暴龍怎麼辦 而且日本現在也沒有法律 能夠取締恐龍 可是可以取締那個博士吧 對了 要先幫恐龍取個名字 要先打算怎麼稱呼那隻恐龍 寶條淑女23號 終於了 二十三號 就這樣順利幫恐龍取好了逆槍 好了 我吃飽了 我吃飽了 好像在霧島商店前面 哪個阿伯 邪惡博士 邪惡博士 哪有人叫邪惡這種名字 那不然叫做愛惡士博士 那該不會是在霧島商店買恐龍的飼料吧 我也要買巧克筆來出 倒是有很多恐龍能吃的東西吧 如果是這樣三田摩多 豈不是賺翻了 好了 邪惡博士好像還在霧島商店前面 這令人在意阿 我在意的算是別的事情 先check一下 380元 380元耶 真好 雖然我一開始很怕恐龍 但仔細觀察才發現他很可愛 他應該是女生吧 所以小心一眼就看出來了 深藏不露 深藏不露 在霧島商店前面發現邪惡博士 他究竟在這裡幹什麼呢 我先不行 為什麼這座鎮上的人們都不害怕恐龍 這樣子我的計畫就泡湯了 博士對於鎮上的人們 不害怕恐龍這件事 感到非常生氣 又要他們更害怕一點 現在這樣子連飼料費都收不回來 博士你講話也太大聲了 博士你講話也太大聲了 然後小心偷偷的 緊追在博士身後 這扇門要開了 這樣看不到嗎 開了 而且他沒關門 這個博士也是個笨蛋 他好像忘了把門鎖起來 就直接走了 他不只沒鎖門 他連門都沒關起來 他說這個門 我從旁邊繞就繞過去了吧 一定要等他開 喔新區域耶 往這邊嗎 往這邊嗎 這是哪裡 只不過是一扇門後面 突然變得不太完全不一樣 不是不太一樣 完全不一樣 那你 秘密研究所 秘密研究所 專用的停車場 在空中飛的車子 現在也在開發中啊 哇這裡的視野真好 為什麼有我們在 在那個熊本站的照片 然後小心看到博士在跳不可思議 奇妙又滑稽的舞蹈 那是他用來操控時光機 把恐龍召喚到現在來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舞蹈 他的時光機竟然要這樣子才能啟動 我覺得不跳那一段也可以吧 哇好厲害 哇一手龍啊 這次人們 一定會沉浮在我強大的力量之下 哈哈哈哈哈哈 於是 第二隻恐龍 來到了現代 用丟臉的舞蹈召喚恐龍 結果被小心從頭看到尾的博士 為了不讓外界知道自己的秘密 打算把小溪 永遠關在暑假的世界裡 我不會再讓你走出這座小鎮 你在這裡度過的一星期暑假 我將會一直重複到永遠 你就不但永遠地愛生奔氣吧 哈哈哈哈 阿伯 你是不是要什麼心靈創傷 哈哈哈哈 想哭的話就哭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暑假會一直重複的原因 欸 放過我了嗎 真是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真是太 我也要按 小心不是最會按按鈕嗎 可惡 欸這張照片好眼熟是不是在哪裡看過 後面是這樣啊 欸查看 這就是超級電腦吧 啊我怎麼覺得只是 水門欸 水門欸 沒辦法過去 為什麼 如果可以放下水門 是不是就能通過了呢 旁邊這裡不就是可以過去了嗎 小心 都還比小心還要寬欸 哈哈哈哈哈哈 好原來這條路 這樣子繞回來 進不去 進不去 這裡為什麼有人給人家做的地方 阿看 這裡有一張藏椅上面寫著乳字 哈哈哈哈哈哈 欸 這張不能調查啊 哪裡 喔 黒神 黒神 龍園 這裡是有人的嗎 這裡是入口嗎 不能進去 不能過去 不對 他的門在這裡 黑髮農場有限公司 這裡是黑髮梅子姊姊的家嗎 你怎麼知道他有姊姊 我要這麼多紫蘇幹嘛 田地指南 歡迎來到黑髮農場 說到田地當然就是蔬菜囉 蔬菜總共有三種 每天都能各澆一次水 只要幫蔬菜澆幾天水 只要幫蔬菜澆幾天水 不久後就能採收了 採收完的田地 只要再澆水 就會長出新的蔬菜 那採收更成熟一點的蔬菜食 就來採收吧 就晚一點採收吧 好來當農夫吧 還什麼啊 這是人家的田耶 哦 番茄胡蘿蔔跟辣椒 所以其實 其實那個 那個那個 咖哩店要的食材 是從這裡得到 紅色蜻蜓 紅色蜻蜓 欸以前是不是有一首歌 什麼紅色蜻蜓有關 爬幹 爬幹 爬未成熟的稻水 爬未成熟的稻水 哦 哦 一口氣來到好多 新的地區耶 哇 原來後半邊的村子 可以到達了 0M 被排水溝擋住了 沒辦法過去 嗯 該怎麼辦才好呢 蛤 連跳都跳不過去嗎 哦好漂亮 多抓這些蟲好像也沒什麼用 沒什麼意義 對這隻 楊梅 楊梅是長這樣嗎 後面那條路 哦 叫回來了 呵呵呵 欸 施工中的路障 好像不見了 那太好了 難道是恐龍經過弄壞的嗎 你根本就沒有在施工嘛 你根本就沒有在施工嘛 欸 我本來以為這個巨大的咚咚聲是施工車輛經過出來發出來的 想不到竟然是恐龍走路的聲音 都不定是搶到獨家新聞的機會呢 呃 我只想要說 這個村子裡面只有你們一家報社 你們是有在在乎獨家嗎 店員記者弟弟你好好加油 你好好加油 欸 看報 和貓貓相比誰比較強呢 哎呀 體力快見底了 先吃吧 飯糰 吃 耶 體力全滿 OKOK NICE 繼續維持自己的生命吧 其實這個小餅乾CP值還蠻高的啊 在煮什麼樣的咖哩 在煮什麼樣的咖哩 忍者不可以 秘密親意告訴別人 是鉤裏店老闆吧 這下是忍者 咖哩 這邊也可以通了 最後面村子後面都可以通行 難道是 這可以下去嗎 好漂亮啊 還有梯田呢 那是梯田嗎 這可以繞到這裏來啊 好這點繞到這裏來啊 咖哩 想不到居然會出現恐龍很可怕對吧 但這種時候更應該保持平常心 我還是會跟平常一樣在晚上念故事書喔 恐龍出現的那一哨那你還不是照念 莎士比亞說過 什麼都不做 就什麼都不會發生 這太深奧了 我只有五歲耶 那多人了 聽好了小心 人總是要等到失去才知道什麼是最珍貴 小白來接小新了 已經傍晚了 小白來接小新了 OK 我開動了 我開動了 喔這次又是不同的景色 欸小葵也一起泡 欸小葵也一起泡 哎呀好棒的澡堂啊 好吧覺得我們家的澡堂和這裡的哪裡比較好 嗯兩邊都不錯 小心晚上千萬不可以出去喔 如果想出去的話 媽媽會陪你 記得叫 要去找要去找總編大叔 欸 欸 白天小心不要被恐龍踩到 欸不是這個時候跟他討論今天照到什麼啊 嗯好奇怪啊 003 恐龍在這裡 雖然施工路障已經不見了 啊 但晚上的工地依舊很危險 還是不要靠近吧 我被踩到了 你有爬上防火料望塔過嗎 聽說從古代 料望塔從古代就都蓋在那裡 你很厲害 你什麼都馬很厲害 不過現在的料望塔不是用木頭 是用鐵蓋的 在這小鎮上什麼人都有 我問你喔 你知道邪惡博士嗎 聽說他人如其名是個大壞蛋 這樣嗎 雖然出現了恐龍 不過幸好沒那麼可怕 你看姐姐大喇喇的 其實我很膽小喔 我可是會害怕天花板的紋路 而睡不著覺的人 蛤 我在食堂這週多了一個很漂亮的女店員 但他一直盯著我喬喔 蛤 是在說美牙媽媽嗎 嗨 真有活力 欸 差不多該回家囉 好快 邪惡博士跟恐龍一直跳底操 123 3 2 1 恐龍比想像中還要溫馴會跟小鳥玩 邪惡博士好像在誤導商店 他在想什麼呢 發現可疑房子 邪惡博士已經跑到裡面去了 第二隻恐龍來了有點可怕 但是好帥 好帥 幽怨的大哥說永遠都不會讓我離開這座小鎮了 不可以離開小鎮的話 就可以一直放暑假 好像也不錯 哈哈 水門也是很重要的東西 謝謝 羊梅 看起來好像荔枝喔 這裡也有荔枝嗎 摘采過所有野菜跟樹果啦 好開心 已經所有了嗎 懸鉤子 常聽到的樹梅跟黑梅是她的親戚 琪琪阿姨很有趣 會說很難懂的話 火山食堂進來的美女是誰呢 要乖乖睡覺才可以喔 晚安 火山食堂 全力煞 火山的火山 火山是座侯 火山的火山 甚至十分 火山的火山 爛盧